大家好,我是怒布 我修了一个泳池 准备弄点水回去 这个水池好奇怪啊 不要触摸 感觉有点不简单 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 把他们装回去吧 你们没有看错 这个小土坑 这是我挖的泳池 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是也总比没有好呢 嘿嘿,真舒缓 要的,这小子可真讨嫌啊 居然在我的房子里洗澡 不行,我得必须给他一点教训 把他的家具全部拿走吧 什么声音 我去,你是谁啊 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我来帮你入眠吧 好,你全就搞定了 他今天晚上肯定能睡得特别香甜的 啊,该死的怪物 我给你拼了 什么,我的家具怎么全没了 这跟直接杀了我 有什么区别 看来以后就能睡地板了 那边有一扇好奇怪的门啊 哦,这是个废弃的武器实验室 竹笔里面还有剩下的武器呢 打开吵一吵吧 没有任何反应 我好像需要其他的齿轮 把控制开关连起来 决定了,把齿轮找出来吧 等等,我没有看错吧 这里就有两枚 不过砍在树里面 有点难取出来 OK,倒不熟了 赶紧回去抱上吧 动了动了 看这个样子 再来两组就差不多了 我真是幸运啊 那不是科学家吗 好像遇到了一些麻烦 年轻人 我的机器士兵 发生了一点故障 你能帮我守护一晚上房子吗 哦,原来是守护公子啊 报仇是一组齿人 啥也别说了 交给我吧 来,这些装备给你用 那就麻烦你了哈 哦呦,连装备都有呢 那就不用拍了呢 兄弟们 马上就到目的地了 走快点 到底还来不来啊 我去,我来了三个 啊,我跟你们拼了 呦,终于天亮了 科学家,出来吧 已经没事了 哈哈哈 谢谢你那小伙子 这是你要的齿轮 拿着吧 嘿嘿嘿嘿 嘿嘿,又到手了一组 真轻松啊 而且最后一个 我也有眉目 直接去找黑客吧 哦 在给了黑客一组红石之后 我拿到了最后一组齿轮 终于能打开这个研究所了 我好激动啊 哈哈哈 哦,习惯强 而且还是带电的那种 我不用怕那个该死的水怪了 哎 今天该去哪里玩呢 过去 大哥 你冷静点 不好意思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给我去死吧 哇哦 掉出来好多的宝石哦 我发抬了哦 哇哦